请走火车 两车让 谢谢啊 我刚才打的是一辆电动出租车 其实现在电动出租车真的是蛮方便的 又省油 今天来体验一把就是这台车 这台车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看过美国的那种科幻大片 它里面有讲就是那种科幻片嘛 就讲就是无人驾驶的汽车 但是那个汽车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事故事控啊什么的 当然那是好几年的一个科幻片吧 没想到短短几年 就真的现在已经市面上能够见到 就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而且现在已经可以商用了 我觉得真的是蛮稀奇的 蛮新奇的哈 所以正好呢 我们武汉这边也推出了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呢 我也想来体验一下 我约的是三点钟 三点钟是吧 三点钟你应该有马了 有人去有马是吧 有马的话你看三点钟还没到嘛 到的有车会过来的 哦 它是定好的是吧 对对 定好的 诶 不过自动驾驶怎么还有那个驾驶员呢 那个说是安全员 哦 安全员 北京的那个安全员是坐在副驾的 啊 对 在副驾 对 他怎么搞到主驾来了 就看着奇奇怪怪的 哈哈 跟坐一般的车 跟我刚才打车过来没什么区别了 诶 又来一辆了 输入了他给我的一个验证码 说正在寻找车辆 然后就是司机也挺懵的 然后我们乘客也挺懵的 等着吧 看一看这个车的外形 挺有意思的 这上面装了一个华为的那个路由器啊 嗯 哎呦 这上面 这上面是什么呀 雷达嘛 这上面 说是那个3D什么摄像头啊 还有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等什么多 传感器融合的一个 可以360度全方位感知实时扫描的一个那个设备 就是这个 应该就是这个玩意儿了 诶 我这也派车了 怎么也是你的车呢 也是100304了 我已经接到单了 咱俩一起派一个 来来 派一个 派一个 我们两个 他是到这个 我看你是到哪里 我看你到哪里 我们两个地址不一样 东风二路出入口 他是到东风二路出入口 我接到单是到体育中心 你开了吗 我是体育中心的 2号门 你是体育中心的 对 我是体育中心的 好 上车以后 我就点哪 你不用点 我不用点 对 不用点 哦 这是车的状态是吧 出发 对 我上车 哦 哈哈 对 我现在按了车就跑了 司机还没上 这不叫司机了 这应该叫安全员 我不上车你点 哈哈哈 哦 对对对 现在是为了安全 所以才配安全员 对吧 对 好 你说可以 我就点 好吧 你现在可以点出发 我点了哈 好 点出发 确定 就进入自动状态了吗 自己走了 哇哦 这速度还可以啊 蛮快啊 然后这个是汽车的一个状态 路况 上面有个车呢 这跟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是不是差不多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看过测试了 哈哈 没看过 这个速度它是 就根据路况那个速度是吧 对 速度还可以啊 50多 嗯 它最高时速60 哦 它这个可以监测到前面两辆车的那个形状 前面一个大车它也可以监测得到 这个安全员会一直配备还是 就是目前测试的时候才配啊 目前来说的话 目前来说的话肯定是一直配的 一直配的啊 就以后上市了 正常运营那也是这样的吗 对 那北京厂商那边是这样的吗 都是这样的 都这样的 哦 它因为你想做到全无人驾驶的话 这个技术的话 目前来说还有点困难 哦 旁边也达到这个技术 包括国外也没有这个技术 比如旁边有大货车 就比如大货车这种情况 嗯 它会上面雷达它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哦 突然急刹车或者是往左边 突然打一把方向 刚好左边如果有车的话 在这种情况我就要接管了 哦 我不可能是看它撞 哦 对对对 嗯 旁边有个大货车 哦 它刚才停一下 就是自动判断是绿灯还是红灯是吧 它每个路口好像都停一下 对 它不是 它是这样的 它是在就跟人开车一样的 嗯 当我没有看到是绿灯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走 哦 对对对 因为你们的路线是固定的嘛 你没有说我想去光谷啊 或者是武汉火站你都能去 所以你这个 就是你们固定的这个路段的所有红绿灯 是不是已经联网了 不会 它是根据那个摄像头来判断 对 它是看的 360度那个 360度那么监控吧 是吧 这里有个人 这里可以看得到 蛮远的这个距离 这里是现在车速47 48 最快可以开到60 就是公路上面的允许速度 旁边是自动上达道 自动下达道 师傅只用控制空调就可以了 目前空调它是不能自动控制的 是吧 那不行 你是自动控制 那时候太高科技了 我是看到你在那调整 这个转向灯也是自己打的嘛 对 都是自己打的 刚才看到前面有辆大车准备变道 没想到大车也转过来了 这个挺好的 真是挺好的 又变过去了 它悬挂慢了 对 挺有意思 我先开来的时候 我一直担心这个自动驾驶是不是会很慢 我刚才特意还从体育馆二号门打个车过去 看了花了多长时间 慢它也不曾在慢 一点都不慢 那这套装备要是能够试用的话也不错呀 自己家里面那种 也不用买特斯拉的嘛 是吧 特斯拉 它这个比特斯拉牛多了 特斯拉是通过探头 这个是靠摄像头 而且是360 它比特斯拉牛多了 这套多少钱啊 你头上就是我们车上背的背囊 什么样的 这个距离多少钱呢 我怎么不知道 反正我只知道整套设备下来的话 然后加后台工程师一些维护什么的 整套下来估计得200多万 200多万啊 就这台车啊 对 哇哦 多便宜啊 你基本上不动 不动方向盘不踩脚叉 不踩踏板 我做点玩手机 我就感觉很怕 有个人随身接管还可以 但是如果旁边是空的 心里没底 心里没底 没有安全感是吧 我觉得从有人驾驶到无人驾驶 这个环境当中 很多乘客 它还是有一些心理的障碍要跨越 对 是的 他们在看我们呢 内车人里面都在看 并排在看 很刺激啊 新鲜是我都的感兴趣 一直和我们并排着呢 这边的车 这是电动车 人都能够看到 现在是右转 我马上下车了 还有1.7公里四分钟 就到武汉体育中心啊 我们 师傅这开一天累不累 不累啊 好嘞 拜拜 拜拜 车走了 我从那边坐过来 因为太太太兴奋 没有没有看时间 就从那边过来 花费的时间和人操作的时间做对比吧 但是我感觉 在乘坐的过程中 我觉得它的那个 还是体验非常好的 就是速度不是特别慢 安全的行驶过程中 都是在路况最快的速度 有时候开到50多马压 在高架上面也开到60多马压 然后它也会变道 它不会一直跟着一个非常慢的车 的后面开 嗯 先开始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有种不太安全感吧 因为毕竟是无人驾驶嘛 但是还好 它那个车上面有配备安全源 真的短短没有过几年 科幻 或者我们大家当时幻想的一些技术 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运用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也非常厉害啊 这些科技 中国的科技发展 也是蛮快的 之前刚开始做的时候还非常紧张 做完以后我觉得放心多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愿意一试 或者觉得这种无人驾驶 你害不害怕 你愿不愿去尝试这种新鲜的事物 你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告诉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罗宾 我们下次见 拜拜